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人热血援助没有距离 立法院跨党派立委集合起来 喊出台湾能帮忙 立法院副院长蔡启昌率先宣布 与超过十家企业合资一千万元 进行乌克兰战争人道救援 跨党派立委们不只做出朝野决议 更是自主加入捐出一日所得 表达台湾人善的循环 台湾人作为地球村的一份子 台湾有能力帮忙全世界 台湾人很愿意帮忙全世界 这个就是台湾跟全球连结 这个叫善的循环 超野立委抛砖引玉 外交部宣布加速建立捐款专户 让台湾人的爱心 可以真正的捐到需要的单位 会协调 卫护部 我们还有外管相关的这个 要收受这个善款的这个机构 来尽快把这个手续完成 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 而外交部人道救援已经在路上 这一箱箱贴上台湾国旗的医疗物资 包含药品医疗器材 一共二十七顿 二十八号晚上由华航载运 先到德国再透过陆运 往乌克兰前建 要给最实际救援 台湾从政府到民间 声援乌克兰希望能帮多少 三层城区结合采访 一层城区小肚 台湾从政府到